记者林良生台北报道,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作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站台时说九二无共识,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今早出席革命实践研究院活动前受访时表示,九二共识是历史事实,不是谁讲没有就没有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要的。 吴敦毅今上午出席革实院建言青年领袖营第六期课程颁发结业证书,他受访时对于陈菊的九二无共识说法指出,1992年的九二共识是历史事实,不是谁讲没有就没有的,玄武门事件也是发生过,后来史家才定为玄武门事件,如同贞观之志。 吴敦毅强调,1992年发生的事情是历史事实,双方经过换文,换文内容是我方经过给政府最高首长总统,当时也是国民党主席,依据的是宪法拯救条文的理念。 内容就是35字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他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这35个字就是1992年的历史事实。 对方接到电报后回文充分尊重并接受,才有1993年古旺第一次会谈,历史事实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调的。 吴敦毅也以民国89年7月6日的立法院公报说明,时任陆委会主委蔡英文与总质询中答复国民党立委陈超明时表示,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1992年双方谈的过程,但在我方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不过这在逻辑上有问题,等同是大陆的说法,我方立场应该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蔡蒋颠到了。